因为他本身就是很喜欢那种欧式的古典风 因为他本身是学古典出来的 所以他就跟我说要那种宫廷式的感觉 因为他喜欢有浪漫的那种华丽的感觉 对音乐相当要求的周杰伦 婚礼上不仅请来演唱会的音乐总监全权负责 连乐团也是演唱会的机 我们今天选乐大概有六个 那就是一个全约四重奏 然后加丁大提琴还有竖琴 主要就是这样子画面会比较震撼一点 那竖琴其实是非常贵的 就是几百万这样子 费尽心思回到台湾的周杰伦 还是要给宾客一个最难忘的回忆 记得陈子芬黄欣台湾报道 主要地的发展 本来的发展